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为了活化台电的闲置资产 自从101年成功标托宜兰郊西乡温泉一号地的地上泉之后 台电公司乘胜追击 近期再推避林芝二三号地 计划引进民间的厂商,建设地方荣景 除了可以增加公司的收益,强化绩效之外 还能共创郊西迎宾的新地标 雪酸的开通拉近了台北极依赖的距离 当然好山好水的郊西温泉也成为游客们周末假日的好去处 而有郊西曼哈顿支撑的郊西健康休闲重画区内 台电公司就坐永三块黄金地段 近101年成功标托一号地地上泉后 今年更是乘胜追击,接续推出二三号地地上泉的释出 面积达2333公尺 那它是位于我们健康休闲专用区的中华区里面 它的使用项目跟一般的商业区差不多 就是您可以来盖旅馆、饭店或是一些商业设施 办公室、住宅都可以 离郊西车站350公尺 五分钟就可到郊西公园及客运转运站 另一旁就是公用停车场 像这样有价值的土地台电在全台的数量为数不少 国际燃料的上涨造成亏损 台电随即着手进行经营改善管理 除了减少内部开销、调整投资方向外 如何增加收益也列为改善方向之一 以上泉以外呢 我们就可能朝着跟建商合建 或者是说配合营建署呢 比如说是像那个铁路的 以前既有铁路的那个商业化的地方 我们有北部厨运中心跟电力修务处 我们也配合营建署呢 搭配它呢办理都市的更新 目前先以台北效益比较高的地段 再搭配五都内窖大片的土地 甚至是像澎湖的旧有电厂等 都列在十年土地资产活化计划里 台电公司希望达到活化资产 增加收益的目标 并促进地方产业发展 及创造地方就业机会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台电土地地上全招商相关的资讯 请持续锁定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